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颜安生 前不久,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 发表了一番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评论 那么总的基调就是一片悲观 他甚至认为在未来三到五年 全球经济没有一个地方有亮点 因此他对华为发出警告 未来三年,华为经营的主要目标是活下来 那么任正非先生为什么会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表现得如此悲观呢 我认为这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占全球经济总量达到六成的中国、美国、欧盟三大经济体 那么现在看美国 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3.2% 应该说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 但是美国的这一经济增长数据是在大量的货币超发以及高通胀之下实现的 可以说水分极大 如果踢除出水分 那么美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那么我们都知道当前美国的通胀率居高不下 美联储为了抑制不断创升的高通胀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措施 但是其实美国的经济并不具有加息的条件 可是美联储为了把高通胀抑制住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的激进加息措施令美国的股市一夜之间回到三年之前 那么美联储的加息措施最终能否抑制住美国的高通胀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美国的经济前景十分分妙 因为美国的经济存在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和长期积累的问题 比如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 美国的制造业只占到整个经济总量的10% 美国政府的负债堆积如山 在今年年初就已经达到了30万亿美元 还有美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内耗内斗不断 加之美国政府为了一己失利 不断在全世界各地发动各种制裁围堵 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到他自己 所以有国际机构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有七成以上的受访经济学家和分析师 都看到美国经济的前景 认为美国经济今年将很可能出现轻微增长甚至零增长 而明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衰退 再来看看欧洲的经济 欧盟的情况与美国经济的情况大同小异 今年上半年整个欧盟的经济增长率超过4% 应该说这个数据超过市场预期 但是欧洲的经济也是在高通胀之下实现的 水分也很大 各位主要的是 当前的欧洲经济正在遭受三重困扰 第一欧战争 虽然目前欧战争的范围局限在乌克兰 但是由于欧洲跟随美国不断的拱火欧战争 间接的介入到欧战争之中 因此欧战争会否突破乌克兰的范围延烧到整个欧洲其他地区 现在还很难判断 俄乌战争始终是欧洲头上的一把达默克里斯之剑 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国际投资者为了避险需要纷纷逃离欧洲 整个欧洲经济正在不断的失血 第二重困扰就是由欧战争引起的能源危机 我们知道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非常之大 比如说德国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益存度达到了50% 可是整个欧洲又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 结果招致俄罗斯的反制 那么俄罗斯反制欧洲的一个措施之一 就是减少对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使得欧洲的能源出现严重短缺 能源危机不断加剧 最近俄罗斯为了反制欧盟出台的 对俄罗斯油气价格进行限价的这种行为 找借口停止了北七一号的一个运作 基本上切断了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供应 我们知道能源是工业的粮食 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现在整个欧洲的工业粮食和经济命脉 都遭受到了严重的危机 可想而知这将会对整个欧洲的经济造成重创 第三种困难就是由能源危机 以及俄乌战争所引起的高通胀 正在席卷整个欧洲 最新的数据表明 欧洲的通胀率已经达到9%以上 这是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 不仅陷入到能源危机之中 而且越来越多的欧洲老百姓 因为高通胀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活 欧洲的高通胀和美国一样 也必然会对欧洲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也正是因为有这几重困扰 所以欧盟经济委员会在不断的下调 欧盟2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今年年初欧盟经济委员会预计 2022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 有望达到4% 可是最新的预测已经降到了2.7% 而预计明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 将会跌到1.3% 这种预测可能都过于乐观了 有分析是认为 如果俄欧战争的情况持续下去 能源危机不断加剧 通胀率得不到遏制 欧洲经济明年大概率会陷入衰退 再来看看我们中国 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5% 特别是第二季度 经济增长率只有0.10% 这充分说明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之大 下半年中国的经济虽然一定会大幅反弹 但是如果是要实现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应该说难度非常之大 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问题 一大问题是国内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第二大问题是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这两大问题不解决 整个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将有争无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市场消费信息要恢复 国内需求要恢复到疫情之前 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 它的经营活力重新灌发出来 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所以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前景仍然不能乐观 那么中美欧三大经济体 都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对于广大的发展国家来说 情况又如何呢 那么我们知道 今年7月份南亚的斯里兰卡 已经宣布国家破产 虽然国家破产和企业破产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并不意味着国家真的破产 但是斯里兰卡经济不断恶化 已经还不起所借的外债 这确实是事实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货币经营组织的数据 全球大约有70个国家 由于经济低迷不振 他们厂房对外的借债越来越困难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出现类似斯里兰卡的这种情况 可以说 斯里兰卡很可能是很多不发达国家 倒下的第一张多名的骨牌 联合国和国际货币经营组织的 很多专家都认为 目前发展的国家 特别是贫穷国家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要比发达国家要严均的多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指出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新型市场国家 和三分之二的贫穷国家 由于他们的经济结构单一 经济体系脆弱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国家破产和经济崩盘的情况 前景令人堪忧 总而言之 当前全球就是这样一种经济状况 如果朋友们 你们也了解到了这些信息 是否也会像任正非那样 感到全球经济前景 一片悲观呢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